盘点明星魔性的笑声音 罗志祥就曾在节目中发出一脸穿鹅叫声 嗓子里是住了一只鹅吗 真怕他一口气没喘上来 还有次张一星与孙红林一伙人聊天时 不知哪句话又戳中了他 和吴应杰两个人简直就是亲兄妹 一次吴应杰误把录音笔当电话使用 最后知道真相的他笑出了鹅声 哦是我录的了 吴应杰一脸无语的样子 他还能做到等大伙都笑完了 他还在笑 吴应杰的笑点得有多低呀 这都笑得站不起来了 黄凯凯为大勋和胡仙旭按摩 痛得在地上打滚时 他憋不住了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了